为什么要砍女童 这个月11号淡雪才发生 高中生在校园内砍伤十岁女童的意外 当时手上拿的是一把料理刀 也出现过国中生拿蝴蝶刀刺伤同学腹部 如今这刀更难被发现 它表面上是梳子 一拔开来就是非常尖锐的一个利刃 心形梳子刀杀伤力惊人 外观看起来是一把普通的梳子 但内藏十公分利刃 网络上轻易就能买到 家长忧心在青少年之间流行 成为校园不定时炸弹 做得这么像 太可怕了 要禁止 但是可能老师也很难做到 因为你也不肯去收学生的书包 拍卖网上输入梳子刀 不止一家贩售还标榜台湾制造 价格360已经卖出32支 因为属于双刃 警政署认定是匕首的一种即可开罚 书子刀警政单位认定违法 制造贩卖甚至运输者 最高官三年罚一百万 使用者也可能被判一年徒刑 部分业者听到后立刻下架 但其实网路上不用身份认定 还能买到钥匙刀 钢笔刀 开罚认定有一定难度 家长得多 费刑关注 记者叶伟凌晨进行台北 蔡峰报道